你知道吗?其实武侠小说中的峨眉派在现实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 就是视频中这位一席红衣的女子 她所席练的正是峨眉派的标志性武器峨眉刺 身为峨眉派的大师姐 凌云对十八般兵器可谓是样样精通 剑法、刀法、枪法、功夫扇 春秋大刀她都能信手拈来 但要说凌云最拿手的兵器还要数这套峨眉剑法 在2020年的某一天 凌云随手拍了一个武剑的视频发布到抖音后 没想到却一夜爆火 视频中的凌云一身随意的穿搭 只见她手持一把长剑 随手扔个垃圾后就是一套行云流水的剑法 看了这段视频后 就算是不懂武术的人也能看出此女的功底绝非一般 同时也正是这段视频让凌云火遍了全网 让神秘的峨眉派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 身为峨眉派的直系弟子 凌云四岁开始习武 十岁加入峨眉派 如今二十四岁的她习武历程正满二十的年头 早在凌云加入峨眉派之前 她就展现出了超强的武术天赋 从四岁到八岁仅仅只用四年的时间 她就获得了国家二级武术运动员的称号 为了能使自己的功夫更上一层楼 凌云在十岁那年决定加入峨眉派 在受到师傅的指点后 凌云的功夫可谓是突飞魔镜 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苦练中 凌云很快便领悟了峨眉功夫的精髓 下伤后的凌云为了能让更多人了解到 中国武术和峨眉功夫便开始玩起了自媒体 并组建了自己的团队 刚开始玩抖音的凌云账号并没有什么起色 播放量也是平平无奇 直到凌云随手拍了一条扔垃圾的视频后 才让她彻底火了起来 甚至还火到了国外 事后凌云也表示没想到自己随手拍的视频竟能这么好 属实有些意外 看到关注自己的粉丝越来做多 凌云每天更新作品的动力也更加坚定 对自己作品的要求更是精益求精 靠着扎实的武术功底和专业的拍摄技巧 凌云的粉丝数量也是直线飙升 凌云表示额眉派并不像金庸小说里写的那么玄幻 而且也没有周子若和灭绝世态这些人物 虽说人物是虚构的 但在小说中出现的神秘武器却是真实存在的 就比如领云所席恋的额眉刺就是额眉派的标志性武器 据说额眉刺是根据女性的发展改造的一种暗器 隐蔽灵活是这件兵器的特点 武艺高超的领云不仅精通18般兵器 日常生活中常见鸡毛胆子和重地用的锄头 在她手里都能耍出不一样的花样 看了凌云的视频后 网友们都纷纷表示到简直太洒 对于武侠爱好者 更是满足了对古代女侠的所有幻想 那么评录前的朋友们 看了凌云的功夫后有被惊艳到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大家的观看